习近平新战略惊动华盛顿呈西方世界噩梦川普动手制裁 中共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西方政府噩梦的源头 美国尤其担心中国民企与军方密切合作 正使中国在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获得优势百度 华为等军友参与其中而美国政府则正优势电信商与吉德国 意大利和日本等政府不要使用中资通讯设备 制造商华为的产品华为公司在北京的一个科技展览会上的展台 维基百科有关华为的词条 趁中共军方长期无常向华为提供关键技术 华为与解放军签署多项现存长期合作项目军方背景明显 中国一个军方研究所的所长毛永信 最近在军方与百度在一个人工智能合作项目的揭幕仪式上 高度赞扬习近平提出的在高科技上的军民融合策略报道说 百度主导开发人工智能的负责人在美国毕业 并曾在一些重要的西方公司中任职 他主导的部门目前正在协助中共军方 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应用 报道说中国大批学者以民间人士身份 与西方高科技公司合作 把各种高科技引入中国 最终为中共军方提升作战能力 中共军民融合惊动华盛顿 英国金融时报22日报道称 中国提出的这种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是西方政府噩梦的源头 也是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 对中共采取越来越对抗性措施的动机之一赞助 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2018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还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会议此前20 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任主任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是中央层面军民融合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 和意识协调机构统一领导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 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说 中共这种军民不分由来由九 党国是一家 但习近平把这种做法加强了金融时报报道称 尽管南中国海部署的是传统战舰 但中美两国的武装力量也在大举投资新一代武器 他们希望这些武器在未来多年赋予自己军事优势 他们正努力开发的系统 包括多种形式的半自动武器 旨在利用机器人 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领域 近年的进展华盛顿的担心是 中国民营领域与中共军方的密切合作 包括中国政府 据称为获取美国新技术而案中做出的行为 正帮助在这场刚刚开始的军备竞赛中 赋予北京方面优势 在上月一次宣示美方姿态转向强硬的演讲中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 Mike Pence 指责中国政府窃取尖端的军事蓝图 并表示北京方面把削弱美国在陆地 海上 空中以及太空的军事优势的能力列为优先任务 其结果是过去20年一直在国际合作和自由交流创意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 人工智能研究领域正受到通常只针对武器行业的那种密切关注 因为它在民用和军用领域都有潜在用途 人工智能技术的用途很容易转换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人工智能 相关出创企业PrimeUp的首席执行官肖恩古尔利·Shan Goli 表示图像识别可以用来自拍也可用作目标识别特朗普政府 正积极寻找政策工具 以便监控可能具有双重用途的技术流出美国在上月的一次演讲中 美国负责国际安全和不扩散事物的助理国务新克里斯托弗福特 Christopher Ford警告趁被私营公司转移到中国的技术可能 被用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他表示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居民融合战略的明确前提 如果某种技术被中国以任何方式获取 而且中国官员认为它可能对军方有用 那么人们就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 这项技术将用于那些用途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中国政府还通过大举资助硅谷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大展身手 根据美国国防创新处的数据 2015年至2017年中资实体为10%至16%的风投交易提供了资金 分析人士表示 其中一些投资附带董事会席位和最终的技术转让协议百度 华为等参与其中金融时报的报道中 披露了中共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中的具体做法 报道说中资企业还叛育了一系列可能为军方提供有用技术的企业合作 百度在这类企业合作方面走在前列该公司 2014年在硅谷建立了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 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Huanwei已承诺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akley的人工智能研究 投入100万美元微软 Microsoft在中国从事人工智能相关研发 已有十多年中国电科还在人工智能项目上 与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Sydney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澳大利亚官员称 这引发了担忧 因为这家中国国有企业正在探索 其与百度新建的联合实验室就是一例 如何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指挥和控制让算法 而非军人做出战场决策 中资公司的军方背景 对中共的挑战感到不安的美国政府 已开始寻找新的方法来减慢技术流动 过去几个月川普政府已开始彻底重审监管工具 这些工具可能有助于遏制中国将西方技术 用于今室用途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助理国务轻浮 特表示技术政策曾试图在产品的民用和军用之间 划定明确界限 他说当然 军民融和混淆了这些区分 其根本目的就是确保技术和材料 在民用和军工企业之间自由流动 美国现在需要与对华技术转移问题的严重性相衬的新做法和新程序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美国电子通讯工程学博士工书家表示除了个人之外 一些中国所谓的民营企业其实也有政府或者军方的背景 华为就是有军方背景的公司 在中国很多高科技企业都有军方和政府的背景 高科技公司如果没有政府或者军方的背景和支持在中国想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透露华为只是一个特别的例子 事实上许多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背后都有政府和军方的支持和投资 他们在西方谋取的技术也往往有十分明确的具体目标 大规模反击 美国游说盟国放弃华为设备 美国对中共科技领域的制裁并未停步 华尔街日报22日引述消息指美国正流说电信商与吉德国 意大利和日本等政府不要使用中资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的产品 甚至增加财政援助 不使用中国制造设备的国家协助对方自行发展通讯网络 美国主要担心中国政府透过华为的设备 窃取各国的机密资料 甚至必要时做黑客攻击或中断通讯 尤其是不少国家都有美军基地阿波罗网 孙瑞后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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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